在老家的时候,小时候有病就到医院,离家很近有一家很大的医院,拿着三连丹,这三连丹是当时代表了人民币,挂号,看病,拿药,回家很快很容易,觉得很方便。 现在那个三连丹早已成为历史,重点是要说,在北美居住医院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的。 一般看病找家庭医生,找专科医生,家庭医生,专科医生都是医院以外的诊所。 那医院是干什么的呢?医院是急诊,医院是必须要住院治疗的情况才可以找医院,也就是说一般看病找家庭医生就行了。 拿药专门有药房,这还说的不是重点,重点是化验大便,家庭医生认为老年人隔一段时间要化验一次大便,以免出现结肠癌。 家庭医生就通知化验的机构给老年人寄来一个信封,这个信封就可以装进大便的样本寄回到化验机构,过不久化验机构就会来信告知结果。 正常的英文是normal,整句英文是I am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your result is normal。 I am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your result is normal. 还好? 感谢观看